我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延续每天超过2000宗的增长 今天增加了3309宗新病例 再次创下单日新高纪录 让全国累计病例已经冲破14万大关 活跃病例也首次突破3万宗 今天还有4人死亡 那玻璃市是今天唯一一个没有新增病例的周数 而将近78%的病例呢 都是来自即将在明天落实MCO的地区 那其中雪岚呢继续维持全国第一 新增了1007宗新病例 接着柔佛新增442宗 沙巴新增409宗 吉隆坡则是增加326宗 那么同时今天呢再有内阁部长确诊了 内政部长韩沙战努丁今天早上证实感染新冠肺炎 这也是连续三天有部长确诊 那面对政治人物接连确诊 国内的疫情节节攀升 病毒又防不胜防 很不幸的是 我国昨天发现了第一宗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B117的病例 文社总监诺西山昨晚透露 这名病患是在去年12月曾经到过英国 并在同一个月的28号确诊 接受隔离治疗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有关变种病毒 在国内传播的迹象 而变种病毒也不会给病患造成更严重的症状 但是诺西山就提醒了 英国变种病毒是更具传染性 而且快速传播的病毒 所以呢 还是老话一句了 请大家无时无刻都必须严格遵守防疫SOP 那么另外呢 关于国内疫苗供应 我国除了早前已经向辉瑞和阿斯利康 签署了采购协议之外 将会是我国主要疫苗分销商的FAMA 今天也跟中国疫苗开发商之一的科兴 签署了半成品疫苗供货合作协议 熟悉疫苗最快可以在这个月内就运达马西亚 随着国内疫苗接种计划即将展开 今天早上 本地主要疫苗分销商FAMA的代表 在多名部长的见证下 和中国科兴签署合作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由科兴所提供的疫苗 将在本地进行疫苗冠风工作 价钱会比直接跟中国采购来得便宜 只是受限于保密协议 部长的记者会上是没有公开购买疫苗的价格 不过科兴中维到时候将会提供1400万剂疫苗 可供应20%的国人使用 FAMA预计将在三月底开始分配疫苗给民众接种